大家好 本期视频我们继续分析和预测特斯拉股价在2025年3月26日的走势 首先我们先来回顾一下特斯拉股价在3月25日走势的基本信息 它的开盘价是283.60 收盘价是288.14 在盘中最高价是在288.20 最低价是在271.28 那在盘中它的最高值与最低值之间的辅值是达到了17个点 我们会看到它的收盘价是收在了前一日K线最高的上方 量 当日的成交量是1.5亿股 是前一个交易日的0.88倍量缩 K低值 双线是继续上行 开口不变 那这样的信息说明股价在上行的走势中 MACD 双线也是继续上行 开口增大 在零轴的上方出现了较前一个交易日更长的绿柱 那这些信息说明股价在继续向多头趋势发生转变 好 接下来我们来看看K线信息 在3月25日生成的这根K线叫做含长下影线的小绿K线 它是一根上涨的K线 它所处的位置是在股价出现横盘后的反弹中 当日的这根K线它是一个跳空的高开盘 开盘之后股价即出现了迅速的下跌 也就是回补了由于跳空高开盘而产生的缺口 那说明当日股价在高开盘之后是有卖压的出现 那么股价在下跌到271附近是遇到了支撑 然后股价开始一路震荡上行 突破了前一个交易日K线的最高 同时还有285这个关键的压力位 那最后上方是在288附近遇到了压力 最后收盘是收在了当日K线的顶部 那收盘价不仅占上前高 也占上了285这个关键的压力位 那么我们会看到虽然说当日这根上涨的K线 它的成交量是量缩 但是呢对于当日的成交量来说 我们会看到仍然是抱有大量的 那也就是说日后如果有继续有多头力量的进入 股价还会上攻 那么股价继续上攻的目标 现在就是要占上304 那站上这个位置实际上就是要瓦解 目前特斯拉股价的这一波空头趋势 所以我们说目前股价在到达304之前 300关口是唯一的一个压力位 好 那这是我们从这几个指标来解读 同时我们还要注意 当日生成的这根K线的线形 这样的K线的线形啊 我们通常把它称作叫吊人线 那吊人线通常它是一个反转向下 或者说是变盘向下的信号K线 所以我们要小心出现回档 吊人线如果是出现在高位 或者说是出现在上涨的高位 同时呢抱有大的成交量 那么在接下来一个交易日啊 股价如果不能够占上它的前高 那么股价将会出现回档 或者说是在接下来一个交易日 股价出现冲高之后 然后呢收盘价 在这根吊人线最高的下方 那也会出现一个冲高回档的一个走势 所以呢出现这样的线形 那在接下来一个交易日 只有收盘价站上这根吊人线的最高 才能够瓦解这个变盘向下的信号K线 好那这是我们对这根K线信息的解读 接下来我们来看后续股价的走势 首先我们先来回顾一下前一期视频 我们对3月25日股价走势的预测 我们预测的第一个可能股价会出现回档 收盘价会在269附近 另外一个可能呢 我们预测股价会出现反弹 收盘价会在285附近 而实际收盘价是在288.14 股价是出现了反弹 那至于我们预测的反弹的收盘价点位 虽然这个有些差别 但是当日股价的走势和收盘价的性质 与我们预测的反弹是基本相同的 也就是说都突破了285这个关键的标志位 对同时呢 我们也会看到下方是在271附近遇到了支撑 上方是在288也就290附近是遇到了压力 好 那么股价目前出现了继续反弹 所以我们先来看日后股价的上行 对于3月26日和之后的交易日 股价继续上行的第一个目标不变 仍然是304 我们会看到站上这个位置将会瓦解特斯拉股价 自2024年12月18日也就是历史最高以来的这样的一个空头趋势将会被瓦解 而目前股价反弹的目标就是304 好 那么在到达之前300关口是唯一的压力位 那接下来第二个目标就是367 第三个目标是420 这是我们说股价的上行 我们再来看股价的下行 股价下行的目标 我们在前一次视频当中做了调整 目前的第一个目标是217 那么股价在到达这个位置之前 各条均线值当然是强支撑 但是我们还要给出几个关键的点位 一个是271 这个是调人线的最低 跌破这个位置将会确认这个变盘向下的信号K线 所以这个地方是一个强支撑 然后呢 256 这是向上突破的一根K线 并且呢带有大的成交量 那么这个位置也是一个强支撑 然后第三个支撑就是234 234这是一根起涨的K线 那所以我们说啊 目前股价如果出现回档 连续三个交易日 这三根K线 它们的最低都是强支撑 好 那么217如果被跌破呢 那么我们认为股价将会继续目前的这个空投趋势 然后接下来的目标 第二个目标是182 然后第三个目标是138 好 那这是我们说日后股价的上行和下行 接下来我们再来看看3月26日开盘之后 我们要关注的位置 之前我们给的观察位呢 是在276这个位置 275这个位置 也就是当日K线和这条趋势线的交点 那股价呢 在盘中一直是在它的上风运行 因此是收在了高位 那么到了3月26日盘中 我们要给的观察位是 这根吊人线实体的下沿 实际上是前一个交易日的开盘价 那么我们取284这个位置 那么在接下来一个交易日 股价如果能够在它的上风运行 我们认为股价将会继续有反弹的走势 很有可能去测试304 甚至是站上这个位置 但是如果股价在接下来的交易日 是在它的下方运行 那么我们认为呢 股价将会有回挡的走势 一旦出现回挡 我们认为股价是很容易去 测试这条趋势线的 或者甚至是跌破这条趋势线 好那这是我们说的观察位 那接下来我们再来看看技术上的操作建议和规律 目前我们有一个15%的多头仓位 我们分别是在3月19日 3月21日 还有3月24日 这三根K线的收盘价分别是5%进场 那么这个15%的成本价呢 是在200 是在254附近 是在这个位置 好 那么我们给出的止损位呢 停地的位置呢 是 手 254这个位置 对 然后呢 我们给出的止损位是手234 好 那么对于这样的一个仓位 到了3月25日 收盘价在288.14 在这个位置 我们是不可以继续加仓的 因为虽然当日这根K线 在我们如果从当日的分时图看 当日K线是在回踩之后 是一路上行 但是呢 这根K线的线形 我们刚刚解读了 这是一根吊人线 吊人线出现在高位 通常是变盘向下的信号K线 那么当日的这个成交量呢 呈现的是量缩 所以说 在技术上 在这个位置是不具备进场 或者说是加仓的条件的 所以这15%的仓位呢 我们继续持有 那么 到了3月26日 我们要给出 我们要给出的停力的位置 是在271附近 是在这个位置 也就是我们守这根吊人线的最低 一旦股价跌破这个位置 我们可以停力出场 停力我们指的是停止利润的损失 当然股价在任何一个高位盈利的位置 都是可以获利出场的 所以我们只给出停力的位置 而不会给出出场的位置 好 那么 这是停力的物质 停力的位置 然后呢 止损位 我们要给出 继续守234 好 这是我们对于这样一个多头仓位来描述的 那接下来我们再来看空头 空头 空头目前要守的位置就是300关口到304 然后空头现在的目标是271和下方的256 这是空头要跌破的 也就是要到达的位置 好 这是我们说的技术上的操作建议和规律 然后我们再补充说明下 如果之前没有进场呢 最后一次我们给出的加仓建议是在3月24日 如果在这个位置是5%进场 当然现在也是盈利的位置 但是对于在278这个位置5%进场的仓位呢 这5%的仓位 我们给出的止损位是守256 好 这是我们说的技术上的操作建议和规律 接下来我们再来看看 3月26日开盘之后的压力位和支撑位 首先到来的压力位是300关口 第二个是304 第三个我们愿意给出一个位置是330 330我们取的是2月25日这根K线的最高 我们会看到当日的这根K线在出现大幅下跌的时候 也是抱有大的成交量的 所以这根K线最高也是压力位 然后接下来我们再给出一个350整数关口 这是第四个压力位 第五个压力位就是367 我们再来看下方的支撑 首先到来的支撑是当日新生成的五日均线值 是从265到271之前 它包括前低 然后第二个支撑是在256到259之间 在这个区域 它是20均线值 第三个支撑位是从251到254 在这个区域它是10均线值 然后第四个支撑是234 那第五个支撑是222 好那基于以上这些信息的解读和分析呢 我们给出3月26日股价走势的预测 我们预测在3月26日 我们给出的预测是并列的 它取决于开盘的走势 好我们先来说上行 如果股价继续上涨 它将是跳空的高开盘 然后股价最低会回踩到283 在这个位置 上方最高会到达306 然后收盘价会收在302附近 那如果出现这样的继续上涨 它的条件是当日必须是跳空的高开盘 并且在盘中股价是不可以低于283的 满足了这个条件 才有可能会出现这样的上行 那么我们补充说明 如果一旦出现这样的大幅的上涨呢 那么在这个地方会形成一星二阳 这样一个K线组合的架构 那么这也是一个上涨的动能 对如果出现了这样的一个走势呢 我们认为股价是很容易反弹到367 或者是反弹到350这个位置的 好这是股价的上行 另外一个可能 也就是股价会出现回档 如果是这样 它将是低开盘 然后股价最高会到达292 然后最低会回踩到268 也就是出现新低 然后收盘价会收在274附近 在这个位置 对 那如果出现这样的回档的走势呢 它应该是低开盘 也就是必须是低开盘 然后在盘中股价是不可以高于292的 满足了这个条件 才有可能会出现这样的回档 这样的回档 我们预测会出现一个冲高 然后回档的走势 好 那以上呢是我们对特斯拉股价在2025年3月26日走势的分析和预测 谢谢大家的收听收看 同时也向各位会员朋友的赞助表示感谢 谢谢大家